本节目由古斯里的中国青花粉酒独家特约播映 辽宁省黑山县隶属于锦州市 城北的一座烈士陵园里 一排排庄严的墓碑 无声地记录着七十年前发生在这里的一段英雄往事 1948年10月21日 东北野战军第十纵队司令员梁兴初 接到了来自东北野战军总部的紧急命令 要求十纵立即前往黑山大虎山一带构筑公式 阻击敌军 接到重任的梁兴初是既兴奋又忧虑 因为他深知十纵即将面对的是 东北国民党军中最难啃的一块骨头 1948年东北的解放战争进行到了关键时刻 这一年10月15日 国民党重兵把守的东北咽喉重镇锦州城 仅仅坚持了三十一个小时就被东北野战军攻克 被水一战的蒋介石不得不拿出他在东北战场的最后一张王牌 国民党第九兵团令其西晋企图夺回锦州 此次国民党第九兵团集结了包括新一军新六军在内 共五个军十万人 率领这支强大兵团的是毕业于黄浦六七的廖耀乡 抗战时期廖耀乡率领新六军在一面战场重创日军 成为飞升国际的中国虎 此刻廖耀乡十分清楚 要想夺回锦州困难重重 但是蒋介石不顾身边所有人的反对 一意孤行强令他夺回锦州 十月二十日东北野战军总部向各纵队下达作战命令 要求各部队切断廖耀乡兵团回撤沈阳的退路 同时东北野战军主力由锦州地区挥师北上 向辽西寄进 一张围剑廖耀乡兵团的大网悄然张开 要想成功维剑廖耀乡兵团 关键在于能否在主力到达之前 在黑山和大湖山一带拦住国民党军 黑山和大湖山位于辽宁省黑山县 西面是高耸的伊乌驴山脉 东面是绵延九十多公里的沼泽地区 中间长达二十公里的丘陵地带 形成了一条狭窄的走廊 北宁铁路和大正公路正好从中间通过 黑山和大湖山就像两扇大门一样 守在这条走廊的两端 这里是廖耀乡兵团西进锦州的必经之路 也是南下营口的军事要冲 如此重要的地方该由谁来防守 早在一年前时任东北民主联军 第六纵队副司令员的梁兴初接到命令 前往东北民主联军总部所在地哈尔滨 在那里他见到了东北民主联军司令员林彪 和正北罗龙环 并且接到了一项特殊任务 多年以后梁兴初的儿子梁晓冬 回想起那段影响了父亲一生的难忘经历 仍然觉得充满了传奇色彩 林彪呢说是这个准备成立第十纵队 由你呢担任副司令来组建十纵 我父亲呢就说了要当我就当司令 您做鸡头不做牛 梁兴初生于江西吉安一户贫苦人家 从小以打铁为生 艰苦的生活造就了他铁一般的坚韧性格 进入东北作战以来 梁兴初先后率部歼灭国民党新一军 一个主力团大部 全歼新六军一个团 令东北国民党军闻风丧胆 他常常对部下说打大仗恶仗不咬牙不起 时间久了他梁大牙的名号传遍了全军 梁兴初的直爽率真给东北民主联军的首长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1947年8月18日 东北民主联军总部正式下达了组建第十纵队的命令 由梁兴初任司令员 1948年10月21日 接到东北野战军总部 要求前往黑山阻击料药乡兵团的命令后 梁兴初立即召集纵队领导商议防御部署 最终决定由二十八时负责黑山一线 担任正面防御并控制黑山县城 防御地段西起大白台子 东到高加屯一线长达三公里 中间的丘陵地带有石头山 九零九二一零一高地等重要据点 二十九时守卫黑山县城隐西地区 三十时把守大虎山地区 内蒙古骑兵一时以一步占领胡家窝棚向东警界 最后梁兴初郑重地说道 这一仗只准打好不准打坏 档夜十一点梁兴初命令各部队火速整装 向黑山和大虎山进发抢修阵地攻势 他们要阻击的是五倍余击的东北国民党军最精锐的部队 就在梁兴初积极备战的同时 廖耀乡的先头部队已经占领了离黑山三十公里的方山镇 一时间空气中充满了大战之前的凝重气氛 一九四八年十月二十三日早上九点 一阵激烈的炮声突然响起 石纵设立在尖山子胡家窝棚的警戒阵地 遭到了料药香兵团的猛烈进攻 阵地上冒起了滚滚浓烟 黑山足迹战 打响了 国民党军布 炮 空 立体化的进攻 让前沿阵地瞬间化为了火海 对于这一天 曾战斗在胡家窝棚前线的内农古骑兵医师 牌上包针 至今仍能回想起当时的激烈场面 两架飞机轮盘扫射轰炸 下边十几门大炮 轰炸胡家窝棚一片的火海 最后我们一个战士牺牲了 嘴里还咬着国民党军的一个耳朵 由于双方兵力对比过于悬殊 黄昏时分 东北野战军第十纵队被迫撤出了前沿阵地 恰恰就在这一天 梁兴初突然收到东野总部发来的一封十万火急的电报 只要你们守住黑山三天 西桃之敌必遭全奸 时任第十纵队司令部作战参谋的马伟志 至今仍能回想起这份重达千军的电报 三天 反正不能丢 四天也不能丢 梁司令 他决心坚定 他我在这谁敢退 你在那人家那个二十八市长在哪 没地方了吗 前面就不是 两公里多就是敌人阵地 当天深夜 梁兴初辗转难眠 他反复盘算着第二天 廖药乡的进攻重点将会落在哪里 东北漆黑的夜色中 远在国民党军指挥部里的廖药乡 同样心事重重 这几天前方的搜索部队 不断地向他汇报 东北野战军的主力部队 已经到达了北镇地区 廖药乡根本不知道 他所得到的前方情报 正是梁兴初布下的迷魂阵 就在不久前 梁兴初给前来报到的一纵三师 布置了一项秘密任务 从沟邦子到北镇 给我钻上一圈去 剁鞋标语 我们当时的代号是叫 天地宣荒 天字是一种 地字是一师 宣是二师 你荒是三师 就是叫你去实行 很快 北镇驻着天字部队 黄字部队的情报 陆陆续续地传到了 廖药乡的耳中 他感到先攻占黑山 再向锦州进发 几乎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情 此刻保存实力 才是唯一的出路 当夜九点 廖药乡令兵团主力 于第二天迅速经黑山 大湖山以东地区 向引口火速撤退 同时命令前线部队 继续进攻黑山 以掩护兵团主力通过 进攻重点 就在高加屯一线 十月二十四日清晨 国民党军四架野马式飞机 突然出现在黑山的上空 乘串的炸弹倾泻而下 国民党军的火力进攻开始了 几分钟后 梁星初收到了各个阵地的 敌情汇报 此时前线的情况 让他大吃一惊 立即的炮声 从被于侧翼的高加屯阵地传来 而地域开阔 便于机械化部队作战的 正面防御阵地 城北高地 此刻却一片寂静 廖药乡临时变阵 大大出乎梁星初的意料 高加屯阵地位置关键 是黑山防线的制高点 其中的101高地 是海拔最高的防御阵地 距离黑山城不到四公里 一旦被国民党军占领 持送的总指挥部 连同黑山其他防线 将遭到国民党军 密集的炮火覆盖 透过不堪设想 这里就是101高地的阵地遗址 如今这里树木聪裕 但仍可以清楚看到 当年的战斗痕迹 70年前 101高地只是一个 岩石裸露的石头山 防御攻势十分脆弱 根本无法承受 国民党军的猛烈炮击 就在高家屯阵地战爆发之时 东北野战军第五和第六纵队 已经到达了西立屯和张武地区 东野主力的先头部队 也已经到达北阵 在这关键时刻 一旦101高地失守 黑山黄线将整体崩溃 廖药乡兵团 无论是撤往关内 还是南逃迎口 都将不受阻碍 此时的101高地 成为梁兴初 与廖药乡的必争之地 下午3点30分 石纵在101高地上 只剩下最后五名战士 每人只分到六颗子弹 和两枚手榴弹 面对从三面 蜂拥上来的国民党军 他们顽强抵抗至最后一刻 最终全部壮烈牺牲 101高地失守了 在关键阵地失守的危急时刻 梁兴初却并没有慌乱 他在等待反击的时间 梁兴初深知 要想在国民党军强大的火力下 守住长达25公里的防线 一味硬拼是不行的 国民党军不善夜战 梁兴初决心 抓住对方的这个最大弱点 他直到守不住 你石头山怎么能守住 守不住怎么办呢 白天是你的 晚上我的 此时刚刚占领101高地的国民党军 一到阵地上全都傻了眼 这里到处都是裸露的岩石 根本无法在短时间内 修筑防御攻势 眼看天色见黑 梁兴初国断下令 纵队山炮云的12门山炮 同时向101高地 发起猛烈的炮击 一轮火力覆盖之后 石宗的反击部队 如猛虎般快速冲向高沙屯阵地 国民党军立刻乱作一团 被全部歼灭 半个多小时后 石宗战士们终于夺回101高地 前线再次施力的战爆 让廖耀乡又惊又怒 此时兵团主力已经退至半路 一旦石宗部队反扑过来 整个兵团将有覆灭的可能 接下来的一天将是最为关键的一天 廖耀乡命令前线部队 向黑山发动最猛烈的攻击 务必掩护兵团逐力撤退 对于梁兴初而言 距离东总下令坚守三天的期限 也只剩下所以后一天 当夜 司令员梁兴初在纵队的指挥所 召开会议研究明天的部署 梁兴初斩钉截铁地说道 明天是起决定作用的一天了 要是说今天我们头上挨的是千磅炸弹 那么明天我们头上挨的就一定是万磅炸弹 但不管我们头上有多大的压力 只要主力没有赶到 我们一定要坚决守住 丢了马上拿回来 10月25日 东北野战军总部下令 实送坚守三天中的最后一天 这天早上八点 十架飞机向高架团阵地进行低空轰炸 整个那条山大概有两公里多 一个鞋子一个弹壳 我们这时候就在这个洞里出来了 就等着他 你上来我去跟你打 冲箱 谢谢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梁兴初看在眼里 急在心里 他不顾劝阻 冒着炮火冲到前线 亲自指挥 二十八十指挥所至少到了中午 中午就吃饭时间了 吃着吃着饭就有一个炮弹皮就掉到房碗里头了 就我父亲就把他加上来 说没有肉哪有骨头 就江西人说话是没有肉哪有骨头 梁兴初的镇定自若感染着前方的每一位战士 卫生员 吹噬员和单架员纷纷请求上前线夺回101高地 很快 一支百余人的反击队伍在全纵队的炮火支援下 向101高地发起最后的冲锋 半个小时后 随着一阵嘹亮的号角声在101高地响起 高甲屯一线阵地再次回到石纵战士们的手中 1948年10月25日 这一天 在石纵25公里宽的弧形战线上 几乎处处都展开了殊死的搏斗 廖耀香兵团用尽了所有的重炮部队 五个师的兵力倾巢而出 仍旧无法撼动黑山阵地 10月26日凌晨三点 正在部署作战的梁星初 突然接到东北野战军司令部发来的急电 才看了一眼 他的双手便激动地颤抖起来 北上主力已到达 敌仪总溃退 忘记协同一二三纵队从黑山正面投入追击 你落来电报 我现在一二十老地了 有什么呢 不怕了 主力来了 此时正在全力撤退的廖耀香这才发现 南下银口和回撤沈阳的道路 已经统统被东北野战军毒死 自己已经处于东北野战军 几十万兵力的层层包围之下 经过四十多个小时的激烈战斗 10月28日上午 东北野战军将廖耀香的十万部队全部围坚 辽沈战役中间歼灭敌军精锐最关键的一章 就是辽西歼灭战 而辽西歼灭战能够取得胜利 重要一点就是黑山主机战 就是关注了辽西走廊的大队 这使得廖耀兵团的西晋和南逃都没有可能 此役过后 廖耀香从指挥千军万马的国民党高级将领 轮美东北野战军的接下求 战后 梁兴初 再次登上了一层一片焦土的101高地 他拒绝了东北野战军摄影分队的拍摄要求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后 梁兴初再次来到了101高地 原本岩石裸露的高地早已郁郁匆匆 看着眼前长年于此的战友们 梁兴初不禁想起了几十年前的那场残酷阻击战 正是这支英雄部队 以伤亡4144人的代价 完成了整整三天的日夜坚守 保证了辽沈战役的伟大胜利 换来了东北大帝的焕然重生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跟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as 请不吝点赞 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辉 一不会白切吗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